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李军访谈 又是周一了 上一周一直到现在 一直被几乎是全球都在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习近平到底咋了 他是被控制了 软禁了 还是被怎么样了 反正应该说 当时这个新闻刚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作为我来讲 我是不太关注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大家知道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这个中南海听传师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匪夷所思的传闻出来 那么现在又传出来 习近平一从上合会议回来之后 就被控制了 然后各种刚才传闻出来 因为我毕竟在中共体制内待了20多年 那么以我对中共体制内的应循的一些规律来看 我个人当时觉得这个事情 也就是一个传闻 可能性非常低 但是后面事情的一种变化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意外 就这个事情 我认为本身从事情的本身逻辑上来讲的不难判断 但是后面这个事情越传越广 影响力越来越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推特上 不管是中文的传播 对吧 那么美国人也来问习近平怎么了 欧洲人也来问习近平怎么了 印度人也来问习近平怎么了 感觉习近平要不出点事好像都有一点 对不起大家 好像真出事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在二十大之前 我相信这个事对习近平应该是有一计重锤的 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那么谈之前呢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呢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个小铃铛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下面好 收到我们节目的通知 这个事情呢 我个认为啊 事情发展到现在 事情这个事情的真伪 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 就这个事情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来 我们来把它说一说 然后我们后面再花点时间来谈一谈 它的这种可能性啊 几率大概有多大 首先一点呢 我觉得为什么在二十大之前会产生这样一种事情 那其实说白了 两个字拼了 什么叫拼了呢 也就是这个反习势力啊 得拼了 二十大马上就要开了 那开完之后 大家知道那很多这个反习的这些人 可能他真的就没有前景 还没有市场 大家知道 我认为在中国大陆啊 反习的和在海外的反习的这种势力吧 他大概分成两大块那种啊 一块人呢就是说 在中共有这么一批啊 你把它称之为技术官僚也好 或者还有一些理智比较理性的看问题好 就觉得习近平现在越走越偏 对吧 这样的人还是不少的 那觉得他又是要什么闭关锁国了 又是否定改革开放了 又是对台湾要打仗了 又是要这个就去俄罗斯了 然后等等等等 包括香港问题啊 所以是很多中共体制内的人 其实大家已经开始清醒了 就是这些人觉得哇 习近平这搞下去 这国家就要给他搞废掉了 对吧 那么这样的人应该说 有一相当于大批 他们是其实从心理上来说啊 他们是反对习近平的 那么我知道前段时间我看过一些 国内的一些采访啊 到来了海外之后 这些采访他说 国内的很多官员 包括好多红二代啊 他们现在从心理上讲 他们都不支持习近平连任 但是呢他们嘴上不敢说 说这是一部分反习的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江曾时期的汤官 和江之明和曾庆红这个派系的 大家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 一直跟江派之间斗着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这个事情呢 到现在呢 已经应该说次到剑红的白热化了 大家最近也看到了 对吧 几个案子啊 那个傅政华也好啊 这个孙力军也好 包括前面一段时间的肖建华也好 这三个案件都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呢 这个傅政华跟孙力军判了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对吧 那么他们俩为什么判死缓呢 在他判决书中都有一个非常一点 就他们俩都有重大立功表现 然后而且这个重大立功表现呢 都查实了 你想这两个人 他一个是已经是到了这个 政华委书记这个层面 一个是公安部副部长 他们再往上查 能查到哪去 刀袜子一直是江派控制的 对不对 所以再往上查 就已经到了曾经红江泽民这个层面了 所以那么如果他们俩有重大立功表现 说白了 用最通俗话说 就他们有很严重的一些犯罪事件 已经被习近平掌握了 而且这个事件呢 应该是涉及到江曾的 那么前段时间肖建华也是的 肖建华为什么被轻判了 其实也是说他有重大立功表现 肖建华大家知道是江泽民也好 曾经红等家族 包括贾亲他们 在帮他的白手套 帮他们洗钱的 那么这三个案件 在二十大之前判成这个样子 但是习近平这时候并没有去动江曾 没有动江派这些人 那么我想他肯定一个因素就是 他要保二十大他连任的稳定 他不想在这时候出大风大雨大浪的事情 那么但是他这个案子整到这一步之后 可以说江曾这些人他们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二十大之后他一定来收拾他的 对吧我已经把这个证据都在手上了 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 两个字拼了 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出来 去把习近平想办法把它干掉 那当然了这个说习近平被控制了 这个事情本身会是什么样 我们后面去 但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 其实有的人说这个事情很简单啊 为什么 习近平他出来冒个头不就完了吗 出来开个会啊 好好的发个言 到那走一走看一看 催俩个什么活动啊 不就很清楚了吗 不是那么简单 一个呢他这样做人家信不信 他完全自由不知道 第二个呢 谁能保证 现在出来这个闹成这么一个风波 他只是一条线 如果一头再往前推进这个影响力和风波 说习近平被控制 另一头再做其他安排 我前面做节目讲过嘛 我说现在动习近平可能没有其他办法 也只有把他暗杀 所以这些人如果想得手的话 你想通过体制内的办法可能已经很小了 所以他有可能是两条线安排 所以这时候习近平某种意义上讲 他是不敢露面的 他不能露面 他必须要什么呢 他必须要把他现在这些事情基本都搞定了之后 或者他确保没有第二条线的人 因为你现在说他已经被控制了 那边如果把他给刺杀了之后 那正好这两事一合就合起了 到最后说控制之后之间出问题了 那他是出人命了等等等等 所以这时候其实习近平他缩的头在里头 他是有一定的安全考虑或一定的恐惧在这里 他这时候可能不太好露面 可能要等这个风波过去以后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第一个起因 就是二十大的权斗 无论是反习派的还是中国江征的 他们可能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所以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第二个就是这个事情很显然 他反映出了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一种民意 就现在这个事情传播到这么广 我相信可能连习近平或者这些反习近平的人 他也没想到这个事情影响到全世界去了 基本上世界各国都在问习近平怎么了 而且都在找当地的华人朋友问 你们那个习近平怎么了 那么这种影响力的传播 他很多在传播的过程中 他不一定是那些反习的人 很多人是在看 在了解 在听 在好奇 甚至在心在乐祸 哇 看起来习近平真的要出事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他很多人呢 我相信是从心理上有相当一批人 他是希望习近平出事的 否则他这个传播不会这么广 知道吗 这个影响几乎你要是不知道这个事 或者你不跟他讨论事 人家觉得你这两天在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种影响力啊 我相信对习近平来讲 应该是一种沉重的打击 当然这是心理上的 因为你想 这件事情过后 无论是在哪 美国也好 什么澳洲也好 日本也好 印度也好 欧洲也好 他们都至少会得到一个信息 就是习近平在国内 很多人是反对他的 甚至在海外 很多华人也是反对他的 否则不会有这么广的影响 前段时间呢 习近平在这个上合组织会上 说这个要防止颜色革命 结果他刚刚说完 颜色革命迷来 来了另外一种革命形式 现在最新一个词叫流言革命 就是一种这种言论传出来之后 大家到处流传 最后变成一种舆论 快变成一种共识 甚至变成一种共同的期待 包括甚至在就是前段时间 大家看到吧 在国内叫等风来 那我想啊 习近平作为他来讲 他可能已经感受到了深深的寒意 你一边抱着共产党大腿 一边要这样子走下去 你还能不能走下去 下面真的很难说 所以我想呢 这件事情这个发展到今天啊 我觉得已经让人 开始关注这件事情的另外一个几个层面了 都不太关注 这个事儿 现在人家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关心 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 不太care了 就觉得真有啊 他出事了吗 啥时候出事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最后的一拼 和这种民意的表现 和这种世界的反响 应该是给了习近平一记重锤 当然了很多人也会问啊 李军你对这个事情 你一开始不说这个事情不太可能吗 对 一开始我从我的判断来讲 其实到今天为止 你要问我这个事儿 我觉得这个事儿 从实现的可能性来讲 就习近平现在被软禁 被控制的可能性 应该说几率是万分之一 还是千分之一反正这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控制他 那么其实现在没有其他办法 只有控制谁呢 只有控制这个中央警卫局 对吧 让中央警卫局去控制习近平 因为你军队现在上不来 不过现在上军队 对吧 军队你也到不了 而且到了之后 如果你真的军队干的话 那中央警卫局也好 北京这边防守局肯定要打起来 那会打得很凶的 对吧 因为你即便没同意啊 对吧 军队你懂不懂 第二个呢 警察 警察这边你不要想了 王小洪那是习近平的铁杆的铁杆 对不对 那他这会儿恨不得 把你这些反系的人全部赶走 因为他的位置 就习近平给的 那他习近平要不管 他这个位置哪有啊 对吧 他马上就要 可能胜这个政法委书记 兼公安部长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对他来讲 那他绝对的是死保习近平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唯一的可能 已经控制住习近平了 只有中央警卫局 可是习近平也不笨啊 习近平这个 自从这个上台之后 他对中央警卫局 一直是不放心的 因为他知道这中央警卫局的人 他这个不断的在北京啊 受到这个中共的这种内斗的影响 和中央层面的一些人 传来传去的一些影响 就是说北京这种氛围的影响 有可能会有些想法 或者是有些抱怨 或者是会讨论一些 他认为不太安全的话题 所以习近平其实在最近几年内 对这个整个中央警卫局进行大换选 95%的官员和士兵 都被他换掉 那么最重要的两个职位 一个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 一个是中央警卫局的政委 那么这两个人 那个局长叫周洪许 对吧 习近平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2021年 从福建把他调过来 而且到最后习近平他因为不放心 所以他直接就去 他原来因为长期在福建待过 对吧 在他那些旧部中 他认为比较放心的 可谓比较好的野战军部队 来换这个中央警卫局的人 那么而且这个周洪许呢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炮兵部队的团长 所以习近平其实保证什么呢 一 这个人政治上非常合格 第二个呢 这些人 这个人绝对不要跟北京这些官员 有任何往来 我估计习近平可能连他 祖宗三奶都查过了 跟他任何有北京这边 能跟他挂上线的这些重量量 如果能挂上线 这个人都不会选的 所以把这样一个人选过来 然后又选了个南方战区的 这个政委啊 陈登吕也是 基本上就是跟北京这边 一点线都连不上的人 把他弄过来之后 然后一封着这儿 来做这个中央警卫局的局长 和他的政委 那么下面的兵呢 又换成了很多福建的兵 甚至换成他家乡的一些兵 来这种情况下 来保证中央警卫局的安全 另外中央警卫局 大家知道他的顶头上司是什么 他是不归军区管的 他也不归什么公安管的 他上面是中办 中办主任是他们俩的直接领导 中办主任是这样 丁薛祥啊 那也是习近平的铁杆的铁杆 这三个人 严格一上讲 你搞定一个都没有用 搞定两个都没有用 你必须把三个人都搞定 有可能他们会去 动习近平 因为你搞定一个 比如说你搞定了这个局长 政委不同意 那政委就跟你火拼啊 因为你要把习近平控制出来 我要不管 到最后我也要倒霉的 我也有可能要被枪毙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他必定要把三个人都搞定 那大家想想看 把这三个人都搞定 这个概率有多少啊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按照中共体制内的一些 我接触到的情况 就是其实中共啊 他不仅仅是监控老百姓 其实他对中共高级官员的监控 比老百姓的监控还厉害 就是很多时候 这些中共的高级官员 他们在一起通话也好 上面信息也好 什么的 控得死死的 大家知道 那个孙力军当时不是要在南京 把这个习近平给干掉嘛 对吧 那时候就政变嘛 那么到最后 其实上是王小红 利用他的这种高科技的侦查 是把他给破掉 对不对 大家想看 孙力军是公安部副部长啊 他下面这些人 什么网学科这些人 他们在一起准备干这事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中共内部怎么去监控吗 当然知道 他们不做防范吗 防范 但他们怎么做中共的防范 到最后还是被王小红给监控到 把他的案子给破了 所以中共体制内的这种监控是非常厉害的 那你说胡锦涛 这说是胡锦涛温家宝 他们来找人来监控这个 把习近平控制起来 这个真的是 当然你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对吧 当然我觉得可能有千分之一 还是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听床师们 他们怎么会把胡锦涛和温家宝拉出来的 所有的人有可能来监控习近平 或者是把他去控制起来的话 你说还有点边 而温家宝跟胡锦涛大家想想看 他们在位十年的时候 无论是这个刀把子还是这个笔杆子还是这个军队 对吧 那么没有一样他们是控制得住的 这俩人是最弱的 他们在位的时候都控制不了这些东西 那么他们去十年之后能控制吗 当然后来说这个是宋平去搞定了中央级危机 然后来让这个温家宝胡锦涛去控制这个习近平 大家知道宋平是1992年退休的 1992年到2022年已经30年了 如果宋平有手下的话 他的手下当年哪怕年轻一点 50岁现在也80岁了 现在也就是说宋平离开这个党政这个圈子 30年他手下的手下可嘛都已经退休了 大家可以用逻辑去思考 说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一个国有企业 他的老总退休了30年之后 你觉得这个老总 他对这个企业的影响力会有多大 他有没有这种能力去把这个企业的 这个一把手给他弄起来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因为这些东西 我个人觉得他分析上并不是件难事 当然了也出现一些印象 对吧 说这个军委开会他没来啊什么东西 反正这个东西怎么解释都行 当然事实上就是说 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习近平是有危机的 这件事情已经对他造成了相当的冲击 而且这件事情下面会不会马上就结束 也不一定 20大之前他就这么拼一下就完了吗 弄不好下面还有更多的 在开会前还会再拼 很难说 因为这个说实在话 到了这个份上 大家已经看到了 就是这种内斗已经公开化 白热化 国际化 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你们已经斗成这样子了 没有退路了 我知道现在 无论是这个这个江泽民好 曾经文他们根本连一点退路都没 因为他们也知道 他们斗成这样子 习近平不知道是怎么干的吗 肯定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下面在20大期间还会斗到什么程度 我相信有可能还会有风雨 甚至有一些震撼的事情出来 另外呢 我觉得习近平呢 走到这一步 他也真的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这个已经快成 当然了 除了他那些习派的人之外 我相信他这种民意也好 这个在党内的反对也好 国际上的影响也好 已经快成顾家寡人了 那么再这样走下去 再抱着共产党的大腿 一直当他这个人民领袖当下去 最后能当成什么样 可以想象 所以从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了 那么今天呢 我想呢今天这个节目啊 就跟大家谈到这点 对吧 那么因为是周一啊 上周五呢 因为有点事啊 所以这个节目没做 本来想这个热点 可能应该可能过去了 就不说了 但是一看这个热点还在 所以今天呢 也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对吧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那我们就这个留言互动一下啊 点个赞 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上来看首映啊 那么由于你们的参与 有可能YouTube会有更多的推荐 那我们周三号九点钟再见 谢谢 好